大家想象过吗 如果将我们的十二生肖属相 以冰人的形式呈现在你眼前能有多震撼 哈喽大家好我是肖文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303套艾斯出品 十二陈鼠 堂虎 冠奇 纯铜匠心版 1比6 可动冰人 这次在盒子的首页也附赠了收藏证书 那此款十二陈鼠也是303套艾斯的全新系列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头雕方面 一颗标准的亚洲面裤原创设计 但细看我倒是觉得与蟹苗有几分相似 在出盒时如果大家觉得脖颈过长 可以略微调整一下铠甲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堂虎冠奇的亮点部分 也是匠心版的灵魂所在 甲咒 直观上看非常明显采用了扎甲工艺 全套甲咒是以多种不同形式的铜片 纯手工缝制而成 在纯皮的小臂甲上也镶嵌了不同工艺的铜制品 这一细节一直延伸到了腿甲以及鞋子部分 表面厂家没有采用一点PVC软胶 全都是以纯皮铜制品绒毛相结合 将几百块甲片用红线收紧 皮质包边工艺以毛钉夹于骨地完全镶嵌在甲咒上 并且在内里长山正反均有暗花质感 在虎纹的镀带上也呈现了老虎尾巴的小细节 铁丝竖形是基本操作 由于303TOS采用了极薄的纯铜甲片 所以在可动方面对于人偶的干涉性并不大 配件部分一顶老虎帽 虎头部分是硬束材质 从脖颈到披肩为绒布 延伸到虎爪就是金属 在佩戴前需要先取下发剂 虎爪为着采用金属是为了更完美的贴合度 与更好的垂感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武器部分 一把非常漂亮极为精细的蓝饼糖刀 纯金属的刀刃漂亮的反光度 糖刀的特点是需要双手持握 略长的握柄是为了平衡刀刃 有助于使用者控制方向与力度 同时也搭配了弯弓与弓箭 纯皮的箭杆上挂有钓尾装饰 内部有五根金属的羽箭 弓套是做了仿暴纹的设计非常漂亮 这里也为玩家呈现了真实的拉弓手感 额外厂家还为他搭配了一杆末刀 同为金属材质刃口很薄 前后足足有37厘米 那最后就是一杆代表他身份的战旗 那303的这个十二陈鼠系列 很明显手捆为虎 从外形设计到甲咒武器的细节都很不错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视频最后记得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